其实什么我是下过啦 可是开首排下这个赛道是第一次 而且一开就是开 Cayman GT4 哇 很期待 在这之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赛道主角 它就是 Porsche 的 718 Cayman GT4 在这里我顺便和大家复习一下啦 这一台车其实算是一台公路版的赛车 对没有错它是K On The Road 的一台TRACK卡来的 所以它的设定其实是非常的极端的 它搭载的这个引擎啊 也是很有魅力 因为它是目前这个 718 里面唯一一具 NA 引擎也是自然进气引擎 4.0L 的直列6缸 Boxer 哇听到这个我就已经很兴奋了 这个才是让我流口水的 哇哦... 锻造轮圈 而且你还可以看到这个是 Carbon Ceramino 的 所以这台车我觉得它这个 在赛道上的表现啊 不管是动力还是这个 自动系统也就是刹车的 所以应该都会很好 这个 GT4 它多了 这个尾翼啦 其实这个尾翼也是有 提升下压力的作用的 然后下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非常霸气 非常具有战斗格的进气 这个我真的觉得 可能别的车装这个东西会喇喇 可是这台车装这个很对 哇 讲它是 Track Machine 它真的是 Track Machine 里面就真的是满满的战斗格 包括你看到处都是 Alcantara 然后 Carbon Fiber 后面这一边 天哪 你看我所做的这个椅子 这个是 Carbon Fiber 的 Bucket Seed 来了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觉得它应该很轻啦 然后重点是包袱性方面 其实 OK 现在已经买少见少了这个手牌变速箱了 哇 手看其实很好 很清脆哦 这个 GT8 还有几个 Roll Cache 热血吗 你说 真的很期待它比较在赛道上的表现 Your name is? Shia Shia, nice to meet you 是的 好的 所以, OK 我先决定了我开始强调控안�ving我家的位置 是这个更有的吗 不 哇 this gear shift is very crispy Yeah, it's like so close and very sharp Very sharp and very tight 哇 this feeling is so good This feeling is so good This is a soft super grip So another U-turn fundraise on the left OK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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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哇 哇 哇 噢 這車是瘋的 是的 8000轉 8000轉 很好 我的天啊 哈哈 Dynamic so good 它的這個動作非常的緊 而且真的是 我又硬駕了 我甚至沒有機會說話 哈哈哈哈 哇 這個車尾響力非常的快 我完全體驗到這個 飽時間的魅力了 在這個時候需要駕駛嗎 是的 對 OK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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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這車尾響力不需要駕駕太硬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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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擋位真的是 太清脆 太清晰了 200了 哇 OK 自動補油 哇 非常的聰明 哇 非常聰明 非常聰明 是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Traction Control 也是非常的聰明 完全是抓住它的這個後尾 這個車是非常的靈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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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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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Nice! Oh my god! 我愛上了手排車了 Can I try one more round? Yup! Wow! OK! Wow! OK! 它的這個Fashion Control 不會完全抓的 就真的是你 稍微比較暴力一點的時候啊 你真的是會Lost Control 會過 但很好玩 Am I supposed to be in second gear? Yup! 2nd gear here OK! And once you exit, then she's probably in third gear OK! Like this? Yup! 3nd gear Yup! Yup! OK! OK! Yup! Yup! Same here, brake, 2nd gear Yup! Ready on the gas Yup! Nice! OK! Oh my god! I love the power of this car Yup! It's crazy! 很多人都說這個NA自然機器有它獨有的魅力 那我現在在這個賽道上體驗這一輛 寶石街的這個 Cayman GT4 我就真的是完全體驗到這個大排量自然吸氣的這個 漂亮的地方了 這個聲音簡直是太狂暴了 這個方向發的手感也是非常的精準很直接 我終於不管為什麼 大家都喜歡寶石街了 真的是一生之中如果有本事的話 真的要有一台 這個感覺真的太好了 哇!今天很感謝這個Porsche Malaysia的邀請 我們來去體驗一下這個 Cayman GT4 在賽道上的這個感覺 那我之前就一直聽人家講說這個Porsche 一定要有 就是它的這個彎道上還有指路上的魅力 真的是很有 那我今天試駕了這個GT4 真的完全感受到它的這個魅力了 我覺得這台車啊它真的是一個猛獸 但是又是一個很refund的猛獸 就是你這個動態啊這些全部都很直接 你要去哪裡它就去哪裡 而且它的這個車尾特別的好玩 我覺得 哇!這一個感覺 我覺得我so far我試過的時候 都沒有這樣的感覺啦 然後還有就是它的這個 NA引擎4.0-6 Boxer 哇!我覺得 真的是趁它被淘汰之前 如果有本事的話真的是要買一台 還有這個手排變速箱 天啊!我真的要買手排車了 好啦!那今天的這個 短短的這個Vlog就到此結束了 等一下! 我看到了TICAN 我可以試駕那輛嗎? OK好啦!那今天這個短暫的Vlog 就到此結束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Cayman GT4如何呢? 你會想要買嗎? 你的夢想車是寶石街嗎? 之前有一句名句 不是對你沒感覺 只是你沒開寶石街 現在終於明白這個道理了 因為寶石街太有感覺了 喜歡這期影片的話記得不要忘記按讚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天好像要下雨了 我要走了 拜拜!